第二三題 塵上題 在氧氣充足供應下 若收集等量的二氧化硫 則所需流鐵礦 散心礦和流化孔的質量大小為何 從前一題我們已經知道 要產生等量的二氧化硫 所需要的流鐵礦 散心礦流化孔的莫爾數比是1 比2 比2 而要把莫爾換成質量 要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我們的流鐵礦的分質量是120 所以要一乘以120 也就是120 我們的散心礦的分質量是97 所以要2乘以97 所以變成194 那麼我們的流化孔的分質量是 232.6 這2乘232.6 這個不用乘就知道它是最大的 那麼第二位的應該是散心礦 最小的應該是流鐵礦 所以第23題問我們說 則所需流鐵礦 散心礦和流化孔的質量大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流化孔大於散心礦 大於流鐵礦 好 谢谢大家